PLC是一种装为工业设计的控制器 这里是两种类型的PLC 左边的为整体式PLC 右边的为模块式PLC 整体式PLC 一般是小型PLC 它可以独立使用 它包括输入端子 输出端子 还有电源 可以独立使用 而模块式PLC 是由多个模块组合而成 这里是电源模块 这是主机模块 这是数字量输入模块 数字量输出模块 这是数字量输入和输出模块 还可以根据需要增加更多的模块 单独的主机模块 一般不能单独使用 而这个整体式PLC可以单独使用 PLC的生产厂家很多 其中以西门子27系列的PLC 最为常见 27系列的PLC 具体分很多类型 这张图 讲27系列 PLC 按性能等条件进行了排列 这里是Logo 是一种智能控制器 它本身带有显示屏 可以在面板上进行简单的编程 来改变其控制 这里是27200 PLC 所以小型PLC 271200呢 也是一种小型PLC 都可以单独使用 这三种PLC都可以单独使用 其中27200和271200呢 271200是较晚一些推出来的PLC 那么中大型PLC呢 那么中大型PLC呢 有27300C 27300和27400 它们都属于 模块是PLC 27300C和300的区别呢 这个是称为 仅测式PLC 也就是说 它本身呢 也可以使用 单独使用 也可以加接模块 而这个27300系的PLC呢 通常需要另外加接模块 其他的模块 才能使用 好 我们现在介绍一种最常见的 27200PLC 27200PLC呢 是一个系列的PLC 它又可以分为很多的型号 那么 这里呢 是一种功能较为齐全的 27200PLC 其中的一种 其型号为 CPU224XP 那么ACDCRY 表示的意义呢 是 这个AC 表示 该PLC采用交流供电 DC呢 表示 该PLC的输入端子 接直流电源 ROY 表示 这个输出端子呢 表示 该PLC 输出采用 继电器输出 输出端子内部呢 为继电器 这里是运行指示灯 这是故障 故障指示灯 当PLC出现故障时 该指示灯会亮 这个指示灯呢 称为运行指示灯 PLC在运行的时候 运行程序的时候呢 该指示灯亮 STOP指示灯呢 是 运行指示灯 停止 指示灯 当该指示灯亮的时候呢 PLC内部的程序 不会运行 但是 计算机可以将程序 写入 PLC 或者是计算机可以 将程序 从PLC 读出 读出 PLC的 进入何种状态呢 我们可以打开这个 盖子 在盖子里面有一个 开关 如果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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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I1 那么这是输入指示灯 这是I0.0 I0.1 I0.2 I0.7 那么这是第二组指示灯 第二组输入指示灯 I1 这个指示灯是I1.0 I1.1 I1.2 这是I1.5 把这个盖子翻开 可以看到里面有 接线端子 这个PLC上方呢 边有Q Q的指示灯呢 为输出指示灯 这个指示灯呢 表示Q0.0 Q0.1 Q0.7 这是第二组输出指示灯 Q1 Q1.0 Q1.1 将这个盖子 翻开来 可以看到 输出端子 接线端 当我们从I0.0 端子输入信号时呢 这个指示灯会点亮 没有输入信号时 这个端子呢 指示灯不会亮 所以这个我们通过观察指示灯 是否点亮 就能知道该端子是否有信号输入 这个输出指示灯呢 表示 内部有输出 比如Q0.0 端子 有信号输出 那么该指示灯会亮 其他指示灯也是这样 这里呢 有六个端子 这三个端子呢 为 模拟量输入端子 这三个端子呢 为模拟量输出端子 这个都是 数字量输入端子 这个都是数字量输出端子 也就是说 这个输入呢 只能输入 1或0 对开关来说 就是开和关 比如说 I0.0 输入信号 有信号输入时 表示输入1 没有输入信号时 表示输入为0 同样的 这个输出呢 只能输出开关信号 比如说这个有 当这个灯点亮时 表示内部的开关 就通输出开关 那么 这个只是在灯的时候呢 表示内部的输出开关呢 断开 而模拟量不一样 模拟量是联系变化的电压 比如说可以在输入联系 上升的电压 比如说0到5 慢慢调节 可以输入 那么模拟量输出端子的 可以输出联系变化的电压 比如说 0到10伏 慢慢的调节 这个慢慢的变化 可以输出 慢慢变化的电压 而这个输出的只是 要么是1 有电压 要么没有电压 这里呢 有两个 接口 分别 1 2 0 两个接口 一个接口呢 我们可以 我们在计算机上用编程软件 编写好程序以后呢 可以通过电缆 将计算机和这个POC啊 一个接口连接起来 那么在计算机上操作 就可以把计算机上编好的程序 通过的接口来把这个程序写到内部 那么这个 这个接口呢 我们可以连接其他的设备 比如说连接触摸屏啊 在工业上经常要 需要用到触摸屏来操控 这个 POC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连接的 触摸屏设备 好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这种型号的 POC的详细介绍 这是刚才那个POC的 详细介绍 那么它这个输出端子呢 这是全部为输出端子 我们可以把线接到这个端子上面 那么这三个端子呢 是为电源端子 比如说我们POC它工作呢 它需要电源 那我们可以把电源呢 接到这三个端子上面 这三个端子呢 一个是接地的端子 还有一个呢 是如果说是交流的话呢 交流两根线呢 比如说225交流店呢 一根线接这个端子 一个线接这个端子 而这个端子呢 是接地线的 也可以不接 那么这下方呢 这里呢 全部为输入端子 输入端子 我们可以通过引信呢 接外面的开关啊 或传感器啊等等 那么这里呢 那么这里呢 在这个下面呢 还有两个端子呢 输出24V 输出24V 这个电源也是由这个电源 经过降压而来的 这是24V 这是两个端子 这两个端口 可以连接计算机和触摸屏等设备 这是呢 母理量输入 输出端子 这是母理量输入端子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了 这个可以把这个盖板打开啊 可以看到里面有什么呢 这个一式波马开关 我们可以把拨到这个LAN位置 可以让PLC内部程序运行 同时这个LAN指示灯的回亮 如果把它拨到 stop呢 内部程序呢 停止运行 那么这个指示灯回亮 在我们要讲 计算机上程序写到 PLC时呢 应该让这个 PLC的推移stop状态 当然如果说我们把它拨到LAN 这个位置呢 那么软件 计算机的软件 还会自动的关闭这个 自动让PLC进入stop状态 这个灯会亮 那么可以把程序写到这里面 虽然这时候这个开关呢 能拨到LAN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接口呢 可以通过连接电缆 连接其他的模块 也就是说小型PLC呢 它也是可以连接 扩展模块的 只不过小型PLC功能比较弱 它自己也可以独立连接 那么这还有两个定位器 这两个定位器呢 是用来调节内部啊 这个 这个定位器呢 是调节内部 SMB28 这个 计存器的 数据大小 那么这个呢 定位器呢 可以调节 SMB29 那个数字大小 可以 调节它的大小 据说可以联系调节它的大小 在PLC上面往往还有一系列的这个 编号 那么这个编号是什么呢 这个编号是叫订货号 也就是说这种型号呢 这种PLC啊 是这种 型号 订货号 我们只要 握住这个订货号了 那么就可以找到这种 PLC 一模一样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扩展模块啊 怎么样 这是的扩展模块 这个扩展模块是什么模块呢 这是 模拟量模块 模拟量 模拟量模块 那么这个 参考呢 可以插到这里 可以插到这里 那如果 要给 PLC 写入程序呢 可以 需要 需要先用电缆呢 将计算机和这个PLC连接起来 那么它连接有专用的电缆 叫PCPPI电缆 那PCPPI电缆呢 一端是 USB接口 那么可以插到这个计算机的 USB插口 那么另一端这个 插口呢 插到这个 27200PLC的这个 通信口 通信口 如果有两个通信口 随便插哪一个都可以 一般都没关系 一般都没关系 那么在计算机呢 计算机编程 给PLC编程呢 它首先需要安装编程软件 27200PLC的编程软件呢 为名称叫 STSTEP7 MicroWin 这种软件 那么在这种软件呢 在计算机安装好以后呢 我们再用这个软件 在里面给 编写程序 那程序编写以后呢 再在这个软件上操作 比如说程序下载 那么这个程序就会通过这个 电缆 电缆 把这个程序呢 就送到这个 PLC里面 当然PLC啊 要构成应用系统的话 还需要在外面接电源呢 接输入端子 输入端子接啊 接一些设备啊 输入端子接的设备啊 接着 电缆 我听听gio是 电缩子接的